你有听过洗脸肌吗 这一两年这个洗脸肌真的蛮夯的 但是我们要提醒你可不能够天天使用 因为有一位肌肤比较偏油性的35岁女子 她就是天天使用洗脸肌 没有想到整张脸发炎红肿 皮肤还渗出了组织液 就液的时候已经是严重的皮肤炎了 医师就说虽然洗脸肌能够洗掉皮肤表面肥厚的角层 但是可是除不掉深藏毛囊内的粉刺还有油脂代谢物 过度清洁可能会引发皮肤炎哦 如果洗后觉得紧绷就是清洁过了头了 建议应该要隔两三天再使用一次 以免最后变成了大花脸